这几天天气好 有很多草莓都熟了 现在把它摘了 摘了之后晚上要给它浇一下肥料 每天都有很多小鸟来吃我的草莓 所以说我就用袋子把它套起来了 最近的草莓长得好漂亮 可能是因为天气好的原因 长得又大个又漂亮 熟了得都红通通的 这个是用梅汁带种的 长得超级多超级漂亮 一大串 哇塞好好看 特别是这几个 但是这个有一点点烂掉 这个被小鸟脚啄过的都发霉坏掉 这里又有一个被吃掉 这两个也是很漂亮 好漂亮 这两个 这个也被吃掉了 像这种就是被那个草莓蚂给祸害了 这一个这么漂亮 也被小鸟给啄掉了 没有包好所以被灼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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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很漂亮 这里很漂亮 这几个也长得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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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摘了四个 那只靠地面的这边就有点坏掉了 这几个长长的 但是靠地面的这边就有点坏掉了 摘了这么多 就一盘了 把这个梗摘掉 这个梗摘的时候 我都会把它摘掉 这样子它就不会强那个营养 总共15颗苗 大大小小 摘了23个草莓 有5个被小鸟给吃掉了 不然的话差不多有30个 长得还挺漂亮的 刚刚用盐水洗过泡过了 现在先吃一个 吃一个又红又大的 自己种的这个草莓 这个纸会比较突出 好吃 酸甜酸甜的 没有下雨的时候 这个草莓是更香更甜的 老是下雨的时候 那个草莓味会大很多 而且没有那么甜 水分比较多 现在门下雨了 而且又香又甜 吃一个 自己种的草莓 没有打药 吃的比较放心 而且比较好吃一些 草莓人买人那种 没有那么好吃 这种草莓人的 有一定的草莓人 对我们的草莓人 草莓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